第八届温领杯象棋国手赛 败者组半决赛的精彩对局 是由红方乱战天王洪志 对阵黑方齐天大胜孙永征 开局选择了中炮 黑方应以平方马 双方是以中炮集中兵开局 这里黑方平炮对局 红方压住 黑方退炮准备打局 红方集兵武进一 黑方不逝 红方继续兵武进一 黑方一打 红方躲开 黑方选择挺足 以上都是非常流行的布局选择 红方马三进武 说明大家比较熟悉的下法 黑方将来冲下来 双方形成比较激烈的对攻大战 那么实战当中 红志选择兵三进一 这路下法也是可行的 红方的进攻速度放缓 但黑方的反击也没有那么激烈 双方把节奏拉慢一些 黑方此时选择足武进一吃兵 红方杀足抓马 黑方挤马三退四 这个局面下 红方正确走法应该走什么呢 应该炮五退一 把炮退回来 将来司机选择炮八平五 更大的可能是要补向雇防 那黑方这里有两个主流下方 一个是炮二平五 一个是马斯进五 我们摆其中一个变化 马斯进五采鞠 红方就躲开 黑方有回马登鞠的先手 红方就把鞠再拉回来 牵制住黑方的三路马 黑方此时选择飞向 红方补向雇防 同时炮给马伸根 抵御对方炮的威胁 黑方贴身拘 红方就挺兵 黑方上马 红方在兵三进一 黑方选择跳上来 红方呢 有兵三进一和炮打中足的手段 应该说呢 双方未来的对攻 还是比较复杂的 这是呢 红方炮五退一之后 黑方可能的选择和一个变化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即可 那这个局面下呢 红天王没有选择炮五退一 而是走了一个马三进五 看起来非常合理 但实际上这步棋啊 是一步坏棋 黑方此时只要走一个马 基金六就可以立刻占优 那么现在吃你的马 你也只能去吃 不可能再退回来 这样的摆走两步 让对方摆走一步呢 黑方也是要大优的 所以红方呢 要选择吃 黑方炮打底向之后呢 再扔一个底鞠 准备呢 要炮碾单杀 红方选择对鞠 黑方就躲开 那这个局面呢 黑方虽然少一个大子 但是啊 底线鞠炮火力强劲 假设红方此时选择炮八进四 准备对攻 黑方炮碾单杀 打势一将 再打马一将 你只能飞向 再打势 这个棋啊 红方呢 基本被吃光了 那整体来说呢 红方没有太明显的进攻 去牵制黑方 黑方将来呢 把这个一路鞠啊 慢慢走出来 那由于啊 自己的家呢 已经被掏空 完全抵御不住黑方的攻势 黑方大战优势 那这时黑方呢 惩罚红方马三进五 这个走法呢 非常得力的一个下法 那么实战当中 孙永征特大呢 也没有这么走 走了一个炮二平五 应该说呢 是错过了一个扩先的好机会 由于啊 接盘棋呢 是五分钟的加赛快棋 走棋速度很快 所以两位高手呢 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下次这里 红士呢 选择马五进六 黑方很简洁 选择呢 先把大子对掉 然后呢 再选择上马腰队 双方连续对了两个子之后呢 局势呢 是建于平稳了 红方此时选择拐脚马 左翼的大子呢 又开始出动 黑方出狙 红方就浸泡顶住 以上下法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的正常 黑方走一个禁区 准备呢 要平区抓马 那更厉害的是呢 将来有这个平区抓炮的一些威胁 红方此时啊 还是比较正统的 应该走一个具有平八 那么黑方平区抓呢 红方就跳上去 你再抓呢 我就补一个 这样的话呢 也没有任何问题 你这边的马如果乱动啊 或者是打我的兵什么的 我这边都有一个平区抓 黑方呢 也不敢轻举妄动 应该说啊 双方依然是一个基本军事 那此时呢 红方走的是越马 应该说呢 有一点点小亏 黑方此时 只要走一个平区抓炮啊 就能取得一个非常满意的局面 那么现在你的炮被抓 只能打足 这样呢 我黑方用马呢 换掉了你的炮 再平区压马之后 选择足五进一 应该说呢 黑方的炮很灵活 红方的马呢 将非常受制 显然呢 黑方已经返先了 实战当中 孙永征选择平区压马 应该说呢 也是不错 直接压马 抢一步先手 再选择打兵 此时呢 红志选择平区抓 黑方炮弃平武 那这盘棋下到这啊 应该说黑方略好一点 也没有好太多 那么红方只要啊 走一个局有平八 这个局只要出来啊 就问题不大 你吃我的马 我就吃你的马 那这个棋啊 双方籽都一样 只不过呢 你的炮啊 可能稍微比我有劲一点 将来退居呢 准备扫扫兵 那大不了呢 你也是一个略好 这个棋呢 我封住你的居 红方完全可以抗衡 那实战当中啊 这部棋呢 走到这儿 那红天王走了一个 居三进一 非常让人有点匪夷所思啊 那这个棋直接吃 显然呢 不好 因为你去吃这个马 这个炮呢 被吃掉了 这样交换下来呢 红方肯定是大亏 用一个好炮 封住对方的鞠的一支炮 换掉了对方一支弱马 还把对方的二路鞠呢 给放出来了 那现在自己的弱马咋整啊 你现在咱们的弱马 想换人家炮换不着 对吧 人家的马呢 给咱们的炮给换了 那现在咋整 吃着马呢 那事案当中呢 红天王选择马斯推二 应该说呢 也是雪上加霜的一步棋 这棋啊 被黑方平击一捉 这个马呢就死了 显然呢 不能马而进三 你马而进三 人进去抓呢 马呢就死了 所以呢 当时红天王呢 实战走的是退居堪 那退居堪呢 也好不到哪去 黑方平击一捉 你这个马呢 只能往上跳 黑方再平击 直接呢 将鞠马牵死 这样呢 红方的三路马呢 就阵亡了 走到这儿啊 红天王一看呢 马被捉死了 就爽快认输了 这盘棋啊 应该说呢 也是有点离奇啊 红天王呢 还是犯了比较大的 一个严重失误 那这样啊 孙永珍啊 平时盘棋的加赛胜利 就淘汰了红志 昂首呢 挺进了败这组的决赛 下午啊 他将面对的对手呢 是汪特大 那如果能够取胜 他将啊 战胜众多高手 分别是蒋川 王天一 红志 汪特大 将会师赵欣欣 是否能够闯最后的决赛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就在讲 其他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还为 我来看看